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2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接近黃昏時間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 算是突發消息 這個全城都正在關注這宗 極度蟹人聽蜜 謀財害命 的一宗兇案 這宗案件 被謀殺的 叫做蔡天鳳 這個案件 不僅情節 相當之恐怖 相當之嚇人 還要甚至乎 牽涉 是一件有預謀 為了爭奪家財 的一宗恐怖案件 而且這個案件 牽涉 的兇手 不止一個人 牽涉 是死者的前夫的全家 而這個 前夫 的家 還要是當過警察 做過黑警 整宗案件 簡直是震驚全香港 震驚整個國際 這個 真的叫做 說好 香港 恐怖故事 整宗案件 恐怖的程度 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亦不禁令人想起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案件 的這一群人 不是在香港 成長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呢 這個問題可能太複雜 我們現在先不討論 我們先研究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這個 涉嫌殺人 潛逃 的兇手 是在香港被捕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好 我真的想告訴大家 我們見過很多人 見過很多例鬼 有很多人 不僅將經濟利益 看到好像生命那麼重 甚至乎 他們為了非常之小 的經濟利益 可以不惜 做盡壞事 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但是 提醒大家 假如你身邊 你留意到 有這樣的人存在 你真的要 好像遠離毒品一樣 一定要遠離他 因為這些人 隨時 不是為了 千萬或者過億的身家 可能為了丁點而 那麼少錢 也可能會因財失意 甚至乎會大動殺機 請大家記得要 告解自己 留意一下身邊 會不會有這樣的人 其實這個 絕對跟他 是為人有關 有些人 不介意自己 是平民 不介意自己 家裏沒有錢 但是有些人 就非常之介意 不單止介意 甚至乎覺得 所有身邊的人 如果手上有一點錢 他 就會覺得 你一定是偷騙拐騙 他用了一大堆理由去說服自己 去憎恨 這種人是最恐怖的 現在這個案件正正是這樣的情況 殺人動機完全跟錢有關 甚至乎 不僅是為了 爭奪一家屋 甚至乎是看中了 對方的財產 因而大動殺機 這個叫做蔡天鳳 的前夫 早前 網上 一度盛傳 有消息指 相關人士 即是這個女死者的前夫 潛逃了去英國 相關的消息 就是嚴重錯誤 這次就出現了炒車情況 因為他的前夫 還在香港 在香港 潛逃 結果 就在25日 即是今天下午 在東涌 預備上大飛 然後就想潛逃離境 結果 就是 被 香港警察 截獲 然後就在東涌拘捕 在25日下午 重案組人員在東涌 把這個姓鄺的男子 當場拘捕 亦都相信他當時打算坐大飛 潛逃離境 然後就在等候上船 裡面 恐怖的情節 我就不說了 總之 吳芳是好東西 而且 現在被揭發 這個 女死者的前家翁 就是做過黑警 而這個前家翁更加是這個案件裏面 的重要主謀 整件事 整個計劃 很可能是由 曾經做過警察 曾經做過警長 網上 亦都說 這個前警長 是鄧炳強的前戰友 當然無論如何 這個肯定是前黑警 根據消息 這個前警長 即是現在這個案件 裡面的主謀 曾經 在2005年的時候 捲入就是一宗強姦案件 結果 當然是被紀律零訊 後來 自己就是離職 所以 這個案件裡面的主謀 即是 這個女死者的前家翁 雖然是當警察 但是經已被辭退 據悉這個前家翁姓鄺 人家叫他裘哥 是案件之中的主謀 當警察的時候曾經 獲頒香港警察長期服務 獎章 2005年的時候在旺角 是旺角警署駐守 在調查一宗刑事案件的時候 認識一名女子 結果 這位姓礦人士 多次跟相關女子聯絡 更加後來 是牽涉一宗強姦案件 相關的女子報警求助 我們現在簡直可以看到香港 最恐怖的一面 牽涉錢 物業 香港警察 前黑警 每一件事 你估不到 全部合在一起 全部一起發生 我就想不到 如何唱好香港 香港之所以 會有這樣的恐怖事件 你也別說 跟香港政府沒有關係 這些涉案人士 又做過警察 又是主謀 又是你鄧炳強前戰友 而且這個案件的特質 就是視錢財如生命 將錢財 經濟利益 擺到至高無常 甚至乎不惜殺人 殺人 不是迫不得已 不是自衛 不是救人 不是除魔 完全是為了經濟利益 去計劃殺人 我也想不到有甚麼恐怖得過這樣的故事 說得難聽一點 你是黑社會 大家出來劈油 勉勉強強 大家 都叫做 在戰場相遇 過去香港也有大量這樣的案件 牽涉 是非常之小的經濟利益 然後就出手殺人 雖然這次這個案件 牽涉的銀碼較大 但是 整件事都相當之恐怖 因為 這個女死者 就是要把 這個前夫 跟他家庸住的那家屋 預備出售 根據資料 他們 這班犯人 不是完全沒有錢的 其實他們也不是沒有屋 他們手上還有其他物業 已經有樓 又不是沒有錢的人 為了 就是這個物業 更加是為了 女死者 的家產 不惜動手殺人 更加是有計劃 到底這些人 腦海裏面 裝著甚麼 這個才是香港 這個那麼恐怖的故事 最恐怖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生活 只是侯住 7000多萬的房子 滿腦子 可能是殺人的想法 這個案件 極度令人心寒 這一節的突發消息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都會有些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 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